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S7排位賽 非常熱門的英雄圖倫 主要是莉莉安會一直被ban 羅爾澤受到削弱 導致圖倫的出場率一飛沖天 而且圖倫還是某某實況主的專心英雄 有人知道是誰嗎 請在下方留下你的答案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呢 可以考慮按讚訂閱並且打開鈴鐺 這樣子你才不會漏了影片的通知 這邊應該救不了這個輔助了 喔不 看來這也是一個逆風局 我們來說一說圖倫的這個出裝 最明顯的更動呢就是在我們的第五件裝備 在這個版本呢 許多英雄都擁有回血效果 像是羅爾 龍馬 瑟菲斯 凱格魯斯等等 這邊我們順利緩速敵方沃瑪爾 稍微的走位 等一等我們一技能冷卻 冷卻好之後呢 再二技能上去 五個一技能 順利擊殺敵方沃瑪 這邊再一個二技能 順利緩速敵方羅爾 等到他免疫結束 再補一個一技能 這一波呢一換二是比較賺的 我們的比數是2比2 那注意到我們剛剛追殺敵方 沃瑪爾跟羅爾的時候呢 二技能的運用非常關鍵喔 二技能用得好呢 可以緩速可以輸出 圖倫的最佳距離呢 是一個聖位喔 在我們允許貼身輸出的時候呢 傷害非常的高 而且還會造成緩速 那由於圖倫是脆皮的法師呢 而他也需要精神作戰 因此呢我們會選擇帶免疫 當然呢如果你喜歡帶瞬移 也是完全沒問題 瞬移搭配一二技能呢 可以做一個遠程的擊殺 我們快速把中路必勝清掉 然後這個上去支援 再往後面拉 注意敵方殘血女超人 先把女超人擊殺 然後我們要學個大招 刷敵方羅爾 那最後成功喊出敵方邁克斯 五個大招跟一技能 成功把他擊殺 我們順便把這兵線呢 推進防禦塔 那這邊隊友稱讚我們喔 可是我們只是做好中路的本分 因此呢我們也不會特別的開心 之後回中路呢 繼續把這兵線推掉 除了呢在前中期特別強勢喔 因此呢我們可以多多支援 支援的同時呢 千萬不要忘了我們中路的兵線 經濟呢是全隊最高 成功滑住敵方沃瑪爾 稍微的拉開 盡量跟敵方威脅保持距離 尤其是呢敵方有控制的英雄 比如暈眩擊飛等等 我們利用這個小兵呢 點我們的被動 被動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消耗喔 注意到敵方趙雲在附近 我們發個信號給敵方 呃發個信號給我們的龍馬 叫他小心一點喔 這邊敵方英雄發覺龍馬撤退之後呢 可能會來中路找我們 因此呢換著我們要小心 清完兵線呢就往下面啦 敵方輔助跟羅勒都在中路 那不要小看我們這樣的消耗喔 敵方的蘑馬爾森大概七成血量呢 他大概就不敢衝上來 我們的消耗呢也間接的保護了我們的射手 摩恩 所謂攻擊是最好的防守 幫忙我們的摩恩呢吃一次這個魔龍 這一局的前中期呢 會更偏向羽發育喔 由於我們的射手達人呢 是一個後期英雄 最討厭托尼帶血的傢伙 我們來接接下一波兵線 這邊有美娜在附近呢 如果我馬爾一看到我就衝上來 他可能就要交出人頭 那敵方邁克斯卡爾的大招 這邊敵方可能會衝我們射手喔 我們先往後拉 喔果然衝去是趙雲 那這邊敵方多打少喔 4打3 4打2 那這波實在沒辦法 我們看能否是少收掉蘿兒 還是要躲一躲敵方 敵方的控制喔 畢竟人那麼多呢被控到還是會死 那這邊我們大招呢馬上冷卻好 嘗試擊殺這個邁克斯 重點是使用我們二技能緩速喔 緩掉之後補個大招 順利把邁克斯擊殺 我方防禦塔 敵方柔而栽敵方的藍去 注意到呢我們的摩恩 在偷敵方的藍喔 既然如此呢我們就棉為其藍的 把我們自家的藍吃掉 在這個版本呢 中期以後的藍是建議給我們的總爐吃 效益會更加的大喔 那這邊抓到敵方沃瑪爾 上去補個一技能 順利把他守掉 效益一下敵方邁克斯 一兵帶走喔 那這邊我們沒有損失 收到敵方三個英雄 注意到敵方招勻喔 不要太靠近他 畢竟少爺的單挑呢也是非常強的 這個女殺人想要守防禦塔 我們直接月塔強殺 那我們的摩恩呢也非常不幸喔 我們來偷個紅buff 那這邊中路我們只有三個英雄喔 而且還是在敵方塔下 這一波先拉開 我們稍微等我們打野 等待他過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選擇逼他 或者去凱撒 這邊應該是邁克斯開的大招喔 先往後拉 不要被敵方招勻挑到喔 那我們先稍微拉開距離 等到門隊友喔 那這邊龍馬雲璇 沒拿一個Panel抓 在後面的持續輸出 並我們一技能給被動 先刷女察雲 然後是敵方羅爾 順利寶羅爾擊殺 那這裡剛好有個藍 我們現在吃個藍buff 嘗試拔掉下路防禦塔 那這邊讓我們隊友過來吃凱撒 我們先分散他們的注意力喔 趁機消耗敵方 這邊一技能能夠命中多個英雄 還是比較舒服的 畢竟把敵方的血量降低呢 他們就不敢過來探草 抓女超人 敵方女超人直接交出瞬移 這邊我們從中路下路一起進去 這時候戰位呢 盡量在我們輔助附近喔 然後在後面持續的消耗敵方英雄 敵方殺人衝了出來 順利把他帶走 這邊嘗試擊殺敵方羅爾 補個大招 最後竟然沒有死喔 可能是他開了免疫 這邊敵方掛了三個英雄 那這邊敵方英雄全沒有 最後成功撤敵方主堡 以上是我帶來圖倫中路實戰解說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呢 請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那最後呢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